中共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 10月份CPI同比上漲高於市場預期 達到1.5% 是去年9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PPI同比上漲13.5% 高於市場預期的12.4% 創26年來的新高 其中 煤炭開採相關產業價格上漲超過100% 被認為是PPI與CPI漲幅擴大的重要原因 而兩者的剪刀差已經達到12個百分點 更是創下歷史新高 凸顯製造業者面臨的巨大成本壓力 並加劇停滯性通膨危機和結構性風險 在日前舉行的記者會上 統計局發言人傅林輝稱 中國經濟出現了滯漲表象 主要是受到短期疫情 汛情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的衝擊造成 屬於階段性情形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認為 即便統計局聲稱的短期因素能夠解決 但中共長期全面干預經濟活動的制度性結構問題 特別是今年來 各種強硬政策造成的經濟 和社會心理衝擊 難以消除 這個成了最大的威脂數 彭博亞洲市場專家任舒利指出 中共當局的病毒清零策略 對國際社會的挑釁、威脅 對臺灣開展等錯誤政策 需要對造成中國的經濟智障負責任 美銀全球經濟學家伊桑·哈里斯的一份客戶報告中也提到 中國已經轉向更加共產主義的經濟模式 這種糟糕的制度轉變 正在阻礙經濟增長 目前拉動中國經濟的三架馬車中 唯一還算亮眼的是出口 但國內的財經評論也承認 現在出口主要是靠價在支撐 而量已經出現了回落 預計未來幾個季度出口增速也將放緩 投資方面 十月份房地產活動全面繼續走冷 基建低迷 更為疲軟的是消費 社會消費品零數總額同比增長 仍然慢於經濟增速 香港金融分析師李新明認為 能源的上漲已經部分傳導到了下游 收穫成本的上升會減少老百姓 在其它領域的可支配收入 從而進一步影響消費 前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赫坑向路透社表示 中共20多年的擴張財政政策 使得最終消費率一度降到45.5% 比世界65%的平均水平足足低了近20個點 他認為 如果居民收入水平不提高 中國經濟一定會進一步下行